我個人的遠景就是 我們希望以我們為種子 慢慢把這個種子發揚光大 進而來讓台灣建築業的這個環境 能夠更棒 我們想要讓居住這件事情回到最根本 這個家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就很純粹的去往這一些 為我們的出發點 來去規劃我們的產品 家庭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每天在外面這麼忙碌 為的是什麼 有時候你會找不到這個答案在哪裡 可是當你每天忙碌到很晚 然後回到家看到小朋友滿足的笑容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為的就是這些東西 家庭對我來說是人生最完整的一部分 沒有他 我沒有可以再繼續往前進的動力 方式就跟小朋友一樣 那每一個人對他的一個成長的記憶的伺候 讓我們要給他富裕的生命伺候 你要從小去孕應他 他的微笑他的成長 都是我的最完整的 你現在想就滿可憐的 因為我們的科技太進步了 看太多的平板跟手機 他都已經會忘記 跟人面對面溝通的這一項技能 這種大環境下 你要去調整你的教育方法 就跟我們在做這個行業一樣 在現代的環境下 我們要去調整我們規劃建築物的策略 我們人其實跟植物很重 肚子小孩很多都照不到陽光 或者是他們很少跟大料理 所以我們的案子當中 就算是在最有限的條件之下 我們也會盡量讓這一個建築物 跟大自然共同的生存 去打造更適合人類居住的空間和環境 明信者 authenticity 我理想去教育方法 你看太多一百會 看太多一百會 看太多一件事 如果你有朝日常去下 看太多一件事 不敵人